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找不到任何曾经接受精神治疗的相关记录 那最近几天 接二连三发生了两起凶杀案 引起了本港社会的广泛关注 政府也开始检讨精神科服务 不过在香港生活不易 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都很大 根据人力资源顾问机构 ECA International最新发布的生活费用研究 香港的排名虽然下降了一位 但仍然是全球生活费用第二高的城市 那今年超过香港位居榜首的是纽约 调查就指出 由于纽约的物价上涨速度比香港快 同时受疫情影响 香港的住屋租金持续下跌 使得香港的排名回落 结束了连续四年位居榜首的记录 而具体的生活费用方面呢 香港的这个牛奶和汽油的价格 是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的 这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吻合 那内地方面呢 由于人民币表现疲弱 以及通胀率比其他地区要低 使得内地城市的排名是全线下跌的 上海和广州仍然是内地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 但排名呢都已经跌出了全球前十位 分别是第13和第14位 生活成本高 大家自然会更加精打细算 但是如果精打细算过了头 也会犯错 今天呢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就表示 从2018年到去年 政府联同银半商 一共是发现了1304宗 违规使用两元乘车优惠的个案 这个月呢将会在全港展开执法性行动 港铁就表示啊 从本月的25日开始 将提高逃票和违规使用车费优惠的罚款 地铁的罚款呢 将从500元倍增一倍到1000元 而清铁和港铁巴士的罚款呢 就从290元上调到370元 以加强阻贺力 同时啊 港铁表示会加强查票和宣传教育工作 并将分析整体的逃票趋势 审视个别车站的情况 调配人手 针对性的查票 那孙玉汉还强调啊 乘客如果被发现违规使用优惠 除了要补交车费之外呢 还会转交由警方跟进 一心定罪啊 是可以判处监禁的 香港的这个公共交通成本 确实是不低 但是更高的呢 还是居住成本 十多年以来啊 香港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难负担的住房市场 为了解决基层的住房问题呢 上届政府提出要收回 坟岭高尔夫球场的32公顷用地 当中的大概9.5公顷用来建造公营房屋 原计划是2024年动工 最快2029年落成以及入伙 提供大约1.2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容纳呢 近3.4万人居住 不过啊 本周一 规划署又向成规会提交文件 建议将坟岭高尔夫球场 拟建公营房屋的用地 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 那以便跟进还评报告的负贷条件 发展局今天就回应啊 有关地带仍有研究 以及审批需要时间去完成 如果仍然保留现在的这个 容许高密度发展参数的住宅甲类地带 并不合适 所以呢 将用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 是稳妥的权益安排 今天呢 立法会新界北议员 民建联发展事务发言人刘国勋就直言 如果延期到2024年年底 才能提交还评报告给环保署的话 实际上高球场已经跌出了短中期的建屋目标 想在高球场上建公屋真难啊 最近呢 不少与高球场利益相关的人士 包括前商经局局长马世亨 蓝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 商界议员林建峰 甚至行政会议召集人 叶刘书仪等人呢 都不约而同的表示 粉岭高球场啊 是亚洲最古老的高球场 有历史古籍和野生动物 极具保育价值 言下之意呢 就是建议暂缓 甚至叫停发展规划 不过啊 政府到底会用多少地来建造公屋呢 让数据说话 政府总计划收回的高球场用地呢 是32公顷 除了新建公屋的9.54公顷之外呢 南端用地仍然是做保育及康乐用途的 在以整个高球场占地约170公顷计算 32公顷仅仅是占了19% 那还有140公顷用地仍然是高球场 我们不禁要问啊 这140公顷土地 是不是不足以让港队举办赛事 况且 这计划收回的32公顷土地 本来是属于特区政府的 还是坟领高球场的持份者的呢 那为了阻挠政府在收回的高球场上 新建公屋啊 有人甚至建议政府优先发展北部都会区 以及明日大雨的交乙州人工岛 相关土地呢 足以应付未来的发展需求 就连乡议局昨天也提出啊 可以在上水的丙岗村 新建1.2万个公屋单位 替代在高球场建公屋的方案 并且说这样呢 会比在高球场建公屋更快 现在看来啊 高球场建公屋议题 已经是被高度政治化了 政府如果收地之后不建屋 就会被质疑缺乏胆识 没有破解利益翻离 那如果强行起楼呢 又会被利益相关的人士 质疑缺乏远见着实 破坏香港联通国际的独特优势 小小的高球场 现在居然成了政府的烫手山芋 其实呢 不论核准方案 关键是当机立断的去执行 如果只是争来争去 最终的结果呢 只能是明日复明日 以上呢 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 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